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知道心近视对眼睛的重要性呢? 因为它与我们的眼睛的眼疾有密切关系 最常见的是心近视的病人会提早的非蚊症 另外心近视的病人亦会增加容易有视望脱落的风险 这个风险比正常的人口是多了六至十倍的 另外有一种心近视的病人就叫做病态心近视 他们有一种的情况就叫做后拱膜葡萄种的情况 是什么来的?是说我们的黄班区继续因为心近视的缘故 继续拉长令到黄班区有退化甚至黄班的病变、出血、裂离、穿窿、 视望脱落的情况 这个就是黄班区的心近视问题 最后就是如果严重的时候黄班区都可以出血甚至起,直接影响视力 所以心近视的病人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心近视是和视望脱落的黄班区的病有密切的关系 另外心近视亦都会提早白内障的形成和青光眼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心近视的话 记得要早点找眼科医生检查 很多人就以为自己心近视做了矫事就已经没有了心近视影响眼睛的并发症 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只是做了矫事 改变了眼角膜表面的弧度 但是对于眼球里面真正的结构 心近视的并发症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就算你是一千度的近视 矫度去零度也好 你的眼球结构都是一个心近视的结构 仍然有心近视并发症的风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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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